比赛开始 这里是优酷体育 为您带来的2019-20赛季 CBA常规赛的比赛直播 本场比赛由北京手钢坐镇主场 迎战新疆伊利特 本场比赛由苏群苏老师和史凯文 为大家带来比赛的直播评述 第一个回合新疆队的进攻 北京队防守千万不能凶 好的 开场就强断 好基地 刚刚好的位置 他俩能打出这种连线 其实对于手钢来讲太重要 北京队防得很冷静 没有乱 这球掉的 周琪 现在虽然说秋天和朱远熙的高度不够 但是还是要尽可能的 不要让周琪在这个位置把球接着 在这接着球 那没办法了 这球哪怕不直接空接 周琪站地上也能把球晃进 林书豪尽量避免地跟对方去 持球跟对方直接面对面 周琪这个赛季有这方面的开发 但是这个球篮板球没有顶到 又有机会 直接三分线开始运 运进来强吃 他打这个秋天 秋天会比较吃力的 亚尼斯气得跺脚了 但是这球 来着 换了 换了 然后跟上来 自己来吧 这球周琪 这球居然短了 也没有伸手啊 这个苏豪反而短了 对了 如果成场能有这个表现 那抽签不得了 可以多上十几分钟 对 他这个关键就是你不犯错误啊 投一投 苏豪调了一下 弧度 这个已经碰不得就是排气泡了 是吧 浮现真高啊 直上直下 这两波 这手急停跳投还是不错 又来 单吃两次 其实啊 就是还是防脚步的问题 就是秋天 他的爆发力没那么好 嗯 他其实 你别拉手 哎呦 别下手 嗨 是为了 呃 防无球缠的太死 对 要注意球的角度 周琪打这个秋天还是比较轻松的 嗯 他毕竟是见过世面的 对 啊 苏豪 苏豪又来投篮 全是半截狼 你看没有 有点急停 因为周琪他怕他钻他一下 所以呢 留个一两米 那这一两米就是 苏豪得分的最关键的地方 北京队也没打开 苏豪运进来之后 看怎么灯队太挤了 啊 这要进头了 有了 二加一 这个 一米 哦 周琪扔了一个散步阵 拿这不放下去了吗 嗯 他在上面耽误事 还是让真灵旭拿球对新疆可能好点 表哥今天打的不太清醒了 对 哦 主豪这个传球有点 有点复杂了 来了 扣篮了 中间 怎么没人 油度因为人在外头 这一层 就成一成一道走廊了 球第二阶 好多了 好多了 第二阶的篮板球是4比6 嗯 嗯 就得还能接手 对 不像5比15 但刚才这一波 就可以看到 今天 他逼着你油度在外线出手 把接球人都给防住了 好帽 哇 这期 帽玩以后 叫个暂停 跟进的 我觉得 小丁云淡风轻看这一切 可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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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防住这一轮 哦 多了 时间 哎呦 不要跳啊 哈哈哈 这刚才这个篮下的受敌手 时间的表现非常不错 但是随着比赛的进程 新疆队渐渐的又找到了自己的感觉 啊 油度再次尝试挑战周期 这次没有能够打进 油度在上半场比赛 通过单打的形式 在油度身上还是占到一些便宜的 但是选择的几次中距离啊 就像苏老师说的啊 离开篮筐底下一米以外就不灵了 而且半场感觉周期也会有所提防 不会让你打得太舒服 激凭跳投 好的 这个身高 嗯 啊 两个人封堵他 打板 漂亮 小川直接传球 这三打二怎么打成这样呢 今天是不太敢往篮下去走啊 今天还真是不是一个打快的队 漂亮 得飞没问题啊 差一分了 就是联防啊 去看新疆队破联防的这个能力 又断了 断了 铺下去 哇 这还是造成了可篮的一个犯规 啊 因为他在铺倒地的时候 把这个人给绊倒了 你看啊 都是老江湖 给游动空间 这个打得很清晰 再过一个回合就该干什么 没错了 对 周期想跳步 刚才这个队和打得比较清晰 好一阵好一阵 比较零碎啊 这节奏 急着都出来直接换 小小川换了 米卡要挑战吗 打不了 厉害 第二点 秋天的问题 嗯 是吧 对 没有顶人啊 因为我 因为他头重了 哎 这篮板球是很重要的 犯规的周期 哎呀这个时候没有犯规啊 秋天这个 这个是个好帽 嗯啊 咱们虽然是手钢专场 对 但是有一所以 看清楚了 这是个好帽 秋天今天的数据啊 就只有一个篮板球 嗯啊 那脚还有问题 嗯 第一节就有点 比方有点伤的呢 看一拳一拳的 第一节就有点这样 走路的时候 秋天不爱说话 有时候伤人 然后就 哦 漂亮 这个反篮 打反击了 再练续 哦 周期没有扣线 又是二点 你看 北京队丢这个第二点 丢的多少次了 在北京队把整个这个节奏给碰过 嗯 迷藏面对着要穿手提手 贝尔德 两船最后给到周期 这种球 这种球 又丢了一个前上榜 后上榜吧 对 北京队今天光这个就丢了不少分 篮板球我们老说顶抢 这不是一个人能完成 要有人顶 有人去冲 这个很近了啊 顶初豪三分 机会 哎呀 这场球 舒豪想做慈善这么难吗 嗯 米卡往回一low 舒豪能把球断下来 没问题 靠一下 再往后给尤杜 篮下轻松打进 第三节还剩不到四分钟 北京队又在找自己最熟悉的节奏啊 一板一眼的 不着急 舒豪在突 还是给尤杜 漂亮 因为舒豪今天啊 他到篮下以后不会轻易的上篮了 嗯 他只有一次打板 你记得吗 嗯 今天北京队的这个 人员轮换是非常紧张的 嗯 呃 8人吧 对 嗯 顶多算8人 嗯 哇 可兰出手真快 哼哇 这大肠胳膊 这是北京队羡慕人家的队 嗯 周琪 以罚球的动作投进一个三分啊 今天这是周琪的第一三分 嗯 跳都没跳啊 这球 周琪三分球五中一 都在换人了 这北京队现在没有内线 你看 而且刚才这个手递手啊 周琪是溜达出去 对 温度没有往上扑这个 那个 就是在我看来啊 北京队落后9分 跟落后别人落后20分差不多 对 北京队他一场 因为得分难 对 回合少啊 再回来 时间啊 啊 看时间 犯规了 呃 11比0 呃 第4节 啊 舒豪 攻击一下 攻不进以后 我还一退 给你 我往上一退 这个小雨的球再回过去 就是一个投篮 这个掩护不错 哎 好的 三分进了 第一个三分 好 现在9万块钱 有的运动 那些运动员 他投机取小 要去兴奋剂啊 嗯 就是提高血氧能力 对 低脚低脚 可兰不能放 哦 哇 算了 有效啊 现在 对 场上这个 刚来讲 最关键就是说你 防 没有足够的人 攻 没有足够的人 这就是这个 轮换上现在的痴子 而且虽然说 刚才这个回合错位啊 但是现在 新疆队的阵容 里边一个米卡 一个周旗 不能 接球这投 就是看多的 这些 你看 这少 差四分 你看 现在是 天线球 哎 5秒了 别5秒了 5秒了 天呐 舒豪呢 超远 张晓川 短了 哇 进了 又是张晓川 赶紧的 张晓川 记得 犯规 京城得比否 守的时候是上游度 哎 发粪 冲上去 哦 现在是周旗罚球 时间用力有点多啊 这个是 周旗都不敢出球啊 一出球就有可能失误 对 但是呢 考验他的罚球来了 对 中国男篮的罚球都不好 真的吗 而且周旗现在 在最后的体能 但是还有一点很关键 周旗如果第二发罚不进 要注意篮板 这个不会判那个委屈 这个肯定不会 这一定要注意篮板球 篮板球很关键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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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手钢球员在干扰 第一发不中 有机会 就是这个原因啊 嗯 他这个最后时刻 他们球没敢出去 对 篮板篮板 注意篮板 注意篮板球 冒着极大的压力 对 分差差一分 第二发 两发不中 发不中 暂停 暂停 刘潇宇叫到了暂停 边线球 要赶紧发 谁接 给舒黄啊 小川 小川 直接 为什么 为什么 招了 团板 哎呀 为什么招急 天哪 小川 还有 还有两秒钟 那个时间 完全足够一次背转身啊 哎呀 所有的问题全暴露出来了 最后这个回合 翟小川甚至有时间 再往里做一步 甚至有时间完成一次背转身 甚至有时间可以把球传出去 但是他选择了一个性价比最低的方法 而且费尔德防得很有心得 他直接到你投篮端那一侧 把双手举起 为什么会这么投呢 这球如果投进的话固然很帅 他有时间呢 而且方硕这篮板球拿了 他已经没有空间传了 最后应该是有七秒钟 对吧 4.5 4.5秒 4.5秒 完全够啊 够 北京队在主场以一分的优势 一分的劣势啊 非常遗憾的输给了新疆伊利特 呃 Greeley特别是 lung肚 谢谢大家